图片来源,试图往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已经是市政建设常见的融资渠道了,不过为新建高校校舍等设施而专门发行专项债务。 在我国上属首次,云南省财政厅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,八行规模10亿元的云南省盛级公班高等学校专项证券,计划将于8月10日举行公开招标,发展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云南财经大学、安宁校区和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的建设。 有意思的是,这两所高校的大学学费、住宿费甚至市场收益和国有资产就成收益都被列入抵押物行列,按在校学生人数规模特赞,足够确保常债资金充分覆盖债券本息。 美金小编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,评级公司的该债券,给出了最高的AAA评级。 著名会计事务所得勤,也在可行性报告中,对本次发债值肯定意见,常债资金稳定充足。 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的信息披露文件,2018年云南省省级公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,1718型总额10亿元,品种为即将是股定利率付息债,债券期限被五年,五年期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。 发行后可按规定,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,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时流通,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。 这项专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,参与投标机构为2018年,云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,此次拟募集的10亿元资金,将分别用于两所高效的建设。 其中,投资8.4亿元的云南财经大学、安宁校区17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学校教学综合用房、图书馆、体育用房、学生组设、食堂等。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学费、住宿费收入、食堂收益和国有资产有畅收益,投资1.6亿元的云南财经职业学院项目点设内容为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配套桌椅等小学室备,室外道路照明基天空等。 同样以学费、住宿费为还的复习基础。 根据德勤报告,云南财经大学占地1285亩,现入本科、研究生等全职制在校学生26945人,成人教育率学生18716人。 同时学校还被云南省政府认证为区域经济合作国际人才培养基地。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测载,这两所学校项目的专项资金覆盖率,分别1.16和1.24,也就是说项目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,符合资金筹措充足性要求。 美金小编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,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,必须做到项目收益与融资金支求平衡。 德勤报告认为,这两所高效的学备、住宿费等收入,将构成稳定充足的现金流,确保换本付息资金,云南沿控地方债务风险,随着我国地方债务规模的扩大,方法化解债务风险,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工作。 美金小编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,根据财政部最新数据,2018年1,6月累计,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4,109亿元,其中,一般债券10,436亿元,专项债券3673亿元。 按用图划分,新增债券3329亿元,置换债券或贷融资债券10,780亿元。 经全国人大的审议批准,2018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09,974.30亿元,其中,一般债务限额123,789.22亿元,专项债务限额86,185.08亿元。 截至2018年6月末,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7,997亿元,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,这说明我国地方债务规模总体可控。 美金小编微信号,NBDNBWS注意到,根据云南市公办高等学校项目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暂行。 本次发行的高校专项债券收入,支出,款本付息,发行费用等全部纳入政府信基金预算管理。 同时,云南高校专项债的发行主体为云南省政府,如果市州政府需要发专项债的,统一由省政府发行并转带。 专项债资金只能专项用于高校发展和电设,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。 并且任何单位,个人不得节留专项资金,2017年11月,云南省出台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,对债务借、拥、管、涵、进行了规范。 二,值得注意的是,该办法,明确了分级负责的原则,省政府不会为市州县政府债务兜底,办法规定,全省政府债务由省政府采取发行,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统一局限,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,通过发行一般债券融资。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,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,政府债务资金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,和适度归还成量债务,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。 此外,根据债势观察的统计,在2018年1到5月间,云南省以405.8亿元的发债规模算是排名全国第三,以债务余额6211亿元计算。 云南省地方政府债务测量排在全国第九位,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得勤,云南省财政厅,战事观察,财政部等。 我们会帮助用一些水平减资金正将进行冲场,政府债务资金正将进行冲场,政府债务资金正族议, 政府债务资金正将进行冲场,政府债务资金正将进行冲场它掌勢力资金正在外面上。 我们可以帮助用,政府债务资金正将进行冲场,政府债务资金。 同时,政府将参加冲场的正硬点,政府债务资金正常行冲场,不得用坏资金正式展驼,